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夜晚的桑普论证 回到第二天, 休养好精神, 可以和大家继续桑普论证 今天我们最要讲的议题, 当然都是遗留了两天没讲到的议题 422走数的问题, 不是你欠个钱走数, 是走塑胶的数 这问题, 香港搞成一个什么的环保阻交运动呢? 这节会重点讲, 但首先可能讲讲一些其他的新闻, 和大家报告一下 首先是记协想办实体的筹款音乐会, 但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取消, 改网上演出 香港记者协会原本本星期日, 28 号, 晚上举办年度筹款音乐会萨那的乌托邦 邀请多位歌手、新闻艺的音乐人和专业乐手做表演的 做筹款拍卖, 筹母经费 记协在今天的黄昏发电邮通知已扣票的人士 说音乐会在最后的筹备阶段, 基于不可抗力因素将取消 大家知道一定涉及到政治压力 改于5月8日在网上的形式演出 记协说已经扣票人士可以申请退票 捐款项目也可以申请退还 但记协面临的营运和财务困难 希望持续为新闻和资讯自由努力 希望各方继续支持 希望留下来自香港客人 尽你们棉薄的力量去支持记协 恕我无法做任何捐助的活动 因为这样搞法 不会说它勾结境外势力 但我相信很多人 慷慨的热身人士 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到记协的营运是需要的 翻查资料、扣票平台、简介音乐会 是一群被新闻担悟的音乐人 几位追逐梦想的创作者 同同行56年的记者工会 紧抱当下、把酒当干、集结彼此的支持 在刹那乌托邦想笑就笑、要喊就喊 是真的在四年的大监狱里面 这个只不过是刹那的乌托邦 港共政权也容不下 当然,记协的主席陈朗星 是不敢清心直说很多东西 因为事实危险 甚至无谷的表示考虑 是不是要继续做主席下去 我只是想和陈朗星先生说一句 你已经做好信的了 你已经尽力了 就像你所说的 在现今的情况之下 尽力不代表你是等于有成果的必要元素 你尽力不代表你一定有结果的 但你的勇气、你的坚持、你的不屈是要继续的 离开是很容易的 我离开其实是充满了很多的一种不捨以及愧疚的 既然大家看到有一帮人依然留在那裡 而我知道陈朗星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走 但都不走 那不如在这个时刻 好好地坚持下去 不是在于陈朗星一定要坚持 我没有给他这样的义务 只是希望他明白 他不孤单 很多香港人心里面是默默支持你 他会将在5月8日 在一间香港Live House 居行这场网上形式的演出 暂时没有详细公开演出者名单和地点 因为又怕再次被打压 这个就是香港现时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明白和注意现在的情况 那当然了 这个之外呢 就是说回走数的问题 4月22日呢 这个所谓的走数日 就是全民走数日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不要用塑胶餐具 这个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搞出来的事情 先前日少呢 垃圾征肺呢 就是那帮民主派 那帮左交 绑架了政府所做到的 陆光卫出现出来 澄清没有关系 廖秀东都自己支持的 和那些朱凯迪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关系 不要骂屈 香港民主派有机会影响政策 基本上微乎其微 搞垃圾分类 你可以呢 赖在监狱里面困的人 嘴唇都是朱凯迪呢 我想这件事很恶居 你问朱凯迪要推动这个垃圾 收费 是不是对的呢 当然是错的啦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已经在监狱里面 和他没有关系 现在特区政府 李家超主导 绝对是和这帮港共政权 有深刻的关系 但是香港政府除了这件事 先暂缓一下啦 就是找那些奴民端出来 罵一罵之后呢 咦 一件事真的搞 和环保有关的 就是说呢 就从这个礼拜一 四二二二开始呢 就是呢 走速 所有的食肆 禁止糖食及外卖 提供 发泡交餐具 交饮碗 交搅拌包 交叉 交刀 交池交碟 交杯 交池交碟 不准提供 不准提供 但 交杯 交杯盖 交碗 交合等食物容器 和他的盖 可以继续向外卖的固后提供 但不可以在糖食 食堂面 糖食面提供的 这些完全很荒谬的 唯一变文 摔高这些 交杯 交杯盖 交碗 交合呢 外卖得 糖食不行 似不似想起 在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 的情况下 就是糖食 外卖是两个光景 是不是 现在又搞这样的东西 愚蠢的东西出来 好了 问题就是说 你买维他奶 你买这个柠檬茶 一盒 外面有一支胶的饮馆 就是伸宿的 是不是 就是贴在个纸包 碗盒入口 算不算得呢 可以 因为他不是什么 他不是食屎 那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说 你的整个策略 你防止些什么 是彰显到些什么出来 其实目的不是表现环保 我经常都说 这没有关系 我会分析一下 什么叫环保的东西 它的重点就是说 政府介入市场 介入公民社会的微势管 毛细管里面 去介入这件事 而使你所有的商业 所有的商业营运活动 完全听政府的好角 而起舞 我读书这么久 尤其是香港成长这么久 一定是尊重自由市场经济 OK 这个是关键 是商人 是公民 是自由市场 公须定律 去决定 究竟是对与不对 你说 externality 是外部性经济学 那些说 是关于环保问题 由政府介入 于是乎政府 就是利用这个名词 大幅管制 要介入社会的每个方面 包括这些 所以这件事 基本上不是环保 是政府的介入 渗透 专政 控制 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所以这种做法 是很有趣的 措施的管制酒店 还包括酒店 只可以在有偿的情况下 即是收钱的情况下 提供牙刹 牙膏 玉帽 剃刀 指甲错 梳 小樽 洗法路 沐浴路 护法素 潤枯路 洗手液 以及漬器 膠瓶 装水 但法例 没有就收费的一水平 设定任何限制 有部分的日用品 类型漬器的塑膠产品 被禁止免费提供 以及销售 包括 膠棒棉花棒 即是有些人 喜欢拿来 即是膠棒棉花棒 用来涂药 红药水 有些人很不正确的帮来撩耳 即是这些东西 膠棒棉花棒 雨傘袋 总之你收费可以提供 免费不可以提供 食物 膠签 膠牙签 而非医疗用途的透明手套 就可以继续销售 但禁止免费提供 钱钱钱钱钱钱 有水过水 没有水散水 气球棒 冲气打气棒 螢光棒 派对舞等娱乐用品 已被禁止免费提供及销售 宣传用的素加包装纸巾 就可以继续销售 但禁止免费提供 神经病 香港即是新香港 完全不一样 措施实施头六个月 是适应期 政府不会对违规业务地点执法 而环保署的人员 会了解他们面对的困难和问题 提供协助 只是有部分情况 可以获得豁免 刚刚说了 预先包装的食品及饮品 即是连接在纸包饮品上的 即器膠饮馆 杯面、雪糕、杯内附上的即器膠饮等等 医疗方面 例如零售和餐饮的厨所 向有医疗需要的顾客 向病人或残障人士提供即器膠饮馆 以及进食药物 其他的原因 例如用于法证、科学化验 和科学研究或实验那些 都是获得豁免的 这些这样的东西 你看到有几个重要的点 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说 今时今日 搞这套这样的东西 是基本上不用胶 用纸 然后很多的图 已经在Facebook上全都开了 用纸来吃糯米饭 纸叉 即是纸叉 不是纸叉技 纸叉技 纸叉技 纸叉那么刺 整个纸叉都刺乱 真的笑到脆乱 之后 还有一个什么呢 刀 因为纸刀还有割痕在下面 纸刀 你割牛扒笨 你用纸刀来割牛扒笨 真是几厉 所以这个世界真是好交 交到这样的情况 真是说 无论 有些人说 始终纸好过交的 我就说 分析这件事有几个层次 第一件事 是赚钱的问题 就是今天做交餐具的生意 没有了 做纸叉具的生意 就是带往它 是生意的转移 我经常说 环保是一个产业来的 就是你限制人家 用燃煤、燃气、化石能源生产 不断鼓吹一些 补贴一些 太阳能、风能、那些发电 那这些事基本上叫做 产业的转移 是政府主导下的产业转移 而跟这浸水的人 就有钱责 是一个盈利的方法 这是第一层的分析 OK 第二层的分析 就刚刚讲的了 整个过程中 政府主导一切 并不是民间主导的 政府立个法律 就可以要你这个行业 生就生 例如你做子的餐具 生就生 死就死 做胶餐具 死就死 先不要论什么 环保原因 这个完全在所不民 这是政府驱动 而政府加入市场 这个地方 就是用毛细管 所谓的控制的方式 来改变众人的生活习惯 他今天先做这个实验 先做这种所谓 改变大家的生活习惯实验 以后社会信用系统铺路 即是他要大家温水煮话般 逐层逐层的这样觉得无所谓 沉默 躺平 不发声 跟着合作 妥协 躺平 他就觉得成功了 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地方 跟着你说六个月 他随时可以改变 那未必的 他六个月之后 真的会实施的了 所以六个月是叫做冷何期 是一个叫做冷静期 但是呢 你不要等六个月之后 才买那些纸叉 那些纸饮 纸的餐具 因为呢 价格一定贵 或者甚至买不到 所以因为市场供需问题 迟买 不如现在买 不如早买 早买的话 你可能便宜些 因为这个例子 一定会实施 总之 博这一局一定没错的 买了大堆纸的东西 所以餐厅 基本上 逐渐变换 那我看回这个 《雜志社》的报导 其实很乱七八糟 因为4月22日 走售推行到今天是第三天 今天是星期三 所有发泡胶 和即器塑胶 餐具堂食全面 甚至供应 也不够销售 在西九龙中心美食广场 一个63间食店 食客普遍在店铺 买完食物之后 就会在美食广场的公共空间 享用餐点 一直以来 这里的餐店都是用即器餐具包装为主 推行到422走售之后 很多店铺用纸碟 木匙羹 木叉 给人使用 你可以用钢管 就是台湾有些钢铁的管 造成的一些吸管 亦都可能会用这个竹的油油 甚至有些是用其他的东西 什么都有 玻璃的油 不过多你一跌下去 就碎了 玻璃都有很多不同的水 程度 加些什么物质 所以玻璃也有 钢铁也有 这个竹器也有 但这些成本比较高 比较普通的 就是木和纸 所以指点木匙羹目叉就比较多 但真的不方便 还有真的不过瘾 这里所有的店铺都没有洗碗的设施 商铺都要提供堂食 只能够提供即器的餐具 虽然有6个月的适应期 政府说期间不会执法 但有小店向餐厅供应商取货 改为图仆买即器餐具 重续变证 因为担心政府随时执法 另外派发免费派饭的 两送饭的小店大碳生意难做 我们都没有想过加客人钱 还要派饭 唯有等执 记者在今天五线时间 去到深水埗西葛龙的中心 抽养观察市民用餐 发现22名市民享用的午餐当中 有16人取得的餐具 套装不合格 6人合格 合格率只有三成 就是6 over 22 观察所见 不少餐店都是部分合格 例如饭餐 是以纸碟盛在 但餐具仍然是胶匙匙 而由餐厅用纸碗装的米线 但同时提供 胶盖胶杯胶饮管 是西葛龙中心美食广场售卖糖水 珍珠奶茶和冰沙的糖大脑 那些杯都是什么杯 是吧 大家都很难捉 你不要用胶 一定用 4月22日 推行走售当日 已经即时将所有外卖餐具 转成非塑胶类的饮用品 店员陈宵卖 怎知道他何时捉 有别于其他店铺陈宵卖 这个店铺外卖餐具的成本没有增加 因为店铺向当地本地的餐具 供应商取货 改成由淘宝入货 本身香港是有供应商 供应商都跟不到政府的东西 始终淘宝有海量的供应 他说本地供应商可提供的选择少 他直接很难找 做开胶的东西 要他找一些纸的东西 他找回来的杯 给奶茶、咖啡 台式饮品是不适合用的 太淋了 OK 那这些很多的情况也有问题 比如说 店铺用胶匙羹 转用淘宝有售的 稻壳 稻米的稻壳 稻壳 质地比胶更硬 今天陈先生更加职场用火 基燃烧胶 和稻壳汁 结果胶汁明显变黑 没有太大胶味 但稻壳用火烧之后 没有味道 被烧的位置都没有变黑 陈先生因为淘宝购买 成本与胶汁差不多 陈先生自问算是环保的人 平日都会将积器物料分类回收 认为酒塑政策本身没问题 认为最大问题是 替代物料供应不足 在美食往常销售 两宋饭的素食工房 素食工房 每日都会免费20盒饭 两宋饭卖35元 三宋饭卖40元 算很便宜 这个店铺已经陆续将法库交合 转为交合 而在美食往常唐食用的是 纸碟装饭 餐具提供木叉和木匙羹 汤都改用纸碗盛在 负责人王小姐以纸碟为例 他说一箱200个纸碟入货界330元 一箱800多元 却有500个 到底政府在搞什么呢 这些纸碟整一元 筷子又是100多元 装汤又用纸 一箱最少500多元 怎么收客人呢 现时香港的经济不景 王小姐说她店铺生意 较去年同期减少3至4成 现时再更换飞机器餐具 令生意白上加根 现在再加上换餐具的成本 简直无得做 唯有看着香港越汁越多 我们都没想过 加客人钱 还要派饭 唯有等汁咯 王小姐希望可以继续顶硬上 等街坊就有得食 这是她希望做 大家都想支持环保 希望政策慢慢推行 不要那么快 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这么说 这套这样的东西 就是政府主导的东西 你说这件事 在台湾来说是什么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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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做垃圾分类 先 你不做垃圾分类 你那些纸 和那些一般的厨余 五分类 一样都是和 好了 你硬分一类 全部呢 堆填它是一样的 也都没意思 是你 纸的还纸的 胶的还胶的 OK 厨余的还厨余的 要清晰的定义 甚至没有要学习的 要花几个钟头去学习 这些东西 这样才能成功做垃圾分类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件事就是说 台湾呢 是很多人自国带避水杯 出去装水 所以在捷运站 即地铁站 他们有水机可以装水 你不需要随时 不需要 都要买杯那些东西喝的 没必要的 OK 第三 就是说 台湾整个过程中 现在有没有禁止 用膠筋 都没有 台湾早过香港十几二十年 是禁止用法普交 即台湾叫保利隆 早已经禁止用保利隆 所以你看台湾没有法普交合 即香港八九十年代 甚至我走之前 经常看到盒 一盒 那些叉鸡饭 啪 一声就有个白色盒 法普交合那些 总是禁止 你禁止法普交 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法普交 你燃烧的毒素是很大的 好了 膠了 膠筋 膠叉 膠刀 台湾有没有禁止使用呢 日本有没有禁止使用呢 没有 是否免费可以派发到呢 可以 那为何香港要搞到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 怎样 OK 正合不合我才吃一盒饭 那盒饭里面 外面 就是 比如UberEats的 或者是 Food Panda的 来到这个家里的 装饭的 膠筋 基本上呢 全部是提供的 你只要我 希望他们提供餐具的话 都会提供给你 给我的木筷子 符合香港的规定 膠筋是继续有的 因为膠和法普交 始终有两件事 当然 膠是不环保的 OK 但问题就是这样 膠有它回收的方式 而法普交比较难 膠可以某程度上 做一定程度的分解 要有改造 而其他的东西 比较难 那这件事 是我们需要面对的 我们当然 我们的膠筋 那些呢 不会视为 我们的保特瓶 即那些 Bottled Water Bottled 的膠瓶 一样的膠 所以回收的东西 是不会收 那些膠筋 膠叉 那些膠的 是收保特瓶 那样的膠 那是不是要全面 禁止那些东西呢 我会觉得这样 由市场去决定 我经常说 政府过度加入 这件事 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我要讲的第二点 再讲一次 第一点 钱 第二点 权 第三点 什么呢 是 马克思主义 即是我们看 Mark Levin 有本书 就叫做 American Marxism 那它里面 讲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有一帮 环保佐交 推动那些运动 包括那些 绿色和平 什么差物差组织 我们要 2025年全面 没有交的东西了 出了 拍照 这帮人 其实在想着什么呢 他们在想着 一个叫 Degrowth Movement Marxist Degrowth Movement 什么叫Degrowth呢 就是叫做 去成长化的运动 復归于自然 即是他觉得 人类一开始的时候 復膝是谁人是 如无饮血 不要紧 那个地方就最环保了 人类呢 工业革命之后 那么多的电子设备 有手机 有这样的东西 绝对不环保的 但是那些环保佐交 一直在用手机的 那手机是什么 他要解释一下 他说 于是乎 他叫做 反初的活动 就是反回去 原始最初的境界 就是Degrowth 反成长的东西 他们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喂 我们不可以用 这个 胶 或者发布胶 改用纸 最好都不可以用纸 其实那些环保佐交 不是支持用纸的 好奇怪 他们这样用 他们不满满 而他们支持什么呢 支持用 非职器餐 他 OK 明 即是非职器餐 他就是带给你的水瓶 去饮水 譬如说带给你的刀叉 去吃饭 回去 或者在当场 有地方冲洗这些刀叉 最好 那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难道我开水喉 用水通叉刀 冲这些刀叉 一分钟的时间 或半分钟的时间 不会浪费水 不会浪费水 不会浪费水的电力 不要紧 不要紧 那些 起码会给你用纸的情况 更加好 我觉得不是 如果纸 没有加入化学成分 即是纸巾 紙巾 紙巾 你刀叉 你刀叉才算 我先不要说你交不交 我都是纸巾 紙巾 紙巾 当你刀叉 当你刀叉 这件事肯定环保过你的 那些 开水喉 变变变变变变 半分钟 一分钟 在冲你那些 用番茄 摘摘摘摘 洗血精 去冲你那些 就是 纸巾 刀叉 是吧 因为那些东西 砍入的地方 会准备的 是吧 所以我就说 这帮环保座家 不行 我们都要环保 不可以用纸巾 纸巾 纸都不行 我们就想 我说错 你现在这样 用飞漆器 即家里带过去的东西 你都要用水的 你都要冲的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用手 用手就最正了 用完手之后 最好不要洗 不要用水去洗 就是最正了 为什么呢 復归于原始 最正是 例如 像印度人一样 用手拿咖喱吃 损损手 非常好 坐巴士 之前摸摸扶手 最好 最好 最环保 什么资源都不占用 无求于天地 你不如死了 最好 最环保 你不会吸入这个氧气 consume这个世界任何能量 当你变成零 世界会为你欢呼 就是这样 这班人 对于生命的意义 或者他们不明白 我经常都说 尽力减少浪费 破坏 濫用 是已经足够了 这件事是靠民间公民社会的自律去做 这班degrowth movement的人 按照环保主义者 这种去成长化理论来说 他是觉得要人类 破除了你任何的阶级 性别 或者所有东西的不同 总之这件事就是 政府要介入做这件事 因此去到一二两个方面 是钱的问题 以及权的问题 而权是决定了钱的问题 这个就是建立一个所谓的 凡马克思主义社会的一种不以法门 那当然很多香港人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香港人想的是什么呢 搞那么多东西 做生意的增加成本 食客的呢 用个指册刺不住 用个指引官 不断挫不住 怎么搞 是不是玩架 是投诉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比较次要的 只不过是 就是架的 你不用架 实际上都极架 就是用这些这样子的东西 搞到大家天怒人怨 而最后就是 增加成本 而成本 哪个赚钱呢 就是那些卖木羹的 卖木叉的人赚钱 卖这些 所谓的木子的餐具的人赚钱 It is a business 所以这种这样的转移 是会继续存在 而香港人就只是抱怨这件事 觉得没办法 大石炸石 等等 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件事 我想要拉大大家的horizon 去看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说 这件事 是港共政权 有意载制全社会的一种 先行先市的市点 为未来社会上的系统去铺路 要大家适应 政府一吹鸡 全部要学跪 这个就是 尊正的不义法 这个才是重点 和环保无关 你可以不断写 大都去香港01的文章 甚至你看到很多那些 在网上的文章分析 紙和交的分别 重点不是这个地方 OK 重点在于说 你用这个方式来去介入 甚至乎用收钱的方式来介入 For what? For business For taxes For fees For money 这件事就是真正的目的 所以我说 所有这些 这样的东西 我们要拆穿这些真正的问题 台湾是怎样呢 你搞环保可以 OK 台湾是不是这样搞环保 觉得很好 嗯 我会觉得这样 它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批评的 OK 形成很多新兴的产业 也有批评 但至少限度 有规则可出 即是说 虽然政府 开始介入很多环保的事务 但呢 真是回收嘛 你都未做好回收 你未学行先学走 未做好一些所谓的 废物循环回收 就叫人家 你不要用膠了 用纸了 但是纸 之后怎么样呢 是不是用一般垃圾去处理呢 这个是个大问题 而这样环保的那些 膠 那些漆呢 就绝对会继续说话 Degrowth movement的出现 他把他包装好 他不说我Degrowth这个字 他就说 这个就是环保 而最大的环保 就是他们的死亡 就是最大的环保 我就经常说 人类的死亡 是最大的环保 那你不会死 那么多人死 为什么不见你死 趁地想 不会啊 是吧 那因为个人珍惜生命 那个人就不会在那里嘴唇别人死 但是呢 他们的Degrowth movement 是会代入这个陷阱里面 OK 所以我就说 跟那些极左派 和左交相处呢 你讲来讲去 就是那些沉意过高的那些 意识形态 而这些意识形态 是落不到十处的 真正的地方就是说 政府尽量减少加入市场 而民间决定 如何处理这件事 公民自发的道德 酿成是比你加入市场更加重要 你可以禁止一些明显有毒的东西 譬如说 發泡膠 真的有毒的 你和热的食物 贴上去 是会有毒的 致癌的 所以为什么要禁發泡膠 是有原因的 那你说交更交叉那些东西 因为你遇到的不是高热 即你不是反合那种發泡膠 所以我都没有被禁的必要 现在你要这样搞 目的是什么呢 找一些东西 来给某一些集团 我不讲哪个国家 某一些国家的集团 的木叉、木羹、紫餐具的东西 去赚钱 是吗 你不喜欢的 没有的 拿 用手 是吗 那你用积器餐具 环保左膠 就是很斯文先的 用积器餐具 用非积器餐具 就是用一些可以充饰的餐具 但问题就是 可以充饰的餐具 你就要浪费时间 人力、精力 水力、电力 那个地方要用水槽 大家排着去用 各方面的努力时间费用 去做你这件事 对不对 一个半个人自发去做 没问题 我都说你自发去做 我绝对觉得没问题 但如果 是政府强制你要这样做的话 another question 就是你去食債 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政府强制各人都要食債 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 这个就是介入大家 作为人的自主尊严 决定能力 和他们自己 可以自谋生计的一种 自主权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我觉得是很荒谬 所以说要自由奔放的人 从来都不在这个地方 去说话 我觉得是 绝对是 无益的 当然 最近也有另一单案件 可以最后和大家 花小时间讲一讲 就是说 在火炭站 网传有一位男子 火炭站 找Paco Paco 那就是 由一边的月台 飞越路轨 跳到另一边月台的片段 在网上广传 港铁昨天声称已经报警了 片主回复查询外 说他只是在没有伤害人的情况之下 做自己想做的事 片段广传之下被人 被人拉在预料之内 但他认为憑良心致问 没有做错任何事 那大家可能在网上看过这段片 就是 你知道 大家去过火炭站 你都知道 一个月台 可能隔着一条路轨 就去到另一个月台 跳过去呢 可能是 就是 我想是一道门 大概2km 不是2km 2m 2公尺的距离 那他就 胆三毛 就是一边 坐跑之后 一下子跳过去 跳成功的 我要评论的是什么呢 我说这个人 他跳成功 不影响到列车和旁人 我是没有意见的 OK 但 你跳失败 搞到出动医护人员 而不列车服务呢 或者造成旁人伤害呢 我就很有意见 我先不讨论什么叫法律责任 只是谈基本的逻辑 和道德责任而已 试问 在这个人跳之前 你真是确定 绝对成功 而不会失败吗 做一样绝对成功 而不会失败的事 他哪里会有刺激感呢 刺激感就是在于 你有可能失败 如果有机会失败 即是你跳不到 哎 一下子踩到个洞 即是踩回到个洞 跳不到那么远 或者屈到脚 屈到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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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进入脑轨盒里面 那你基本上呢 断骨 断脚 坐在那里 列车就驶过来 撞死你 没有列车就算晚上停下列车了 没有列车在那条轨道上 我记得那条轨道没有什么列车走的 除了那些所谓的 去中国那些直通车 广州直通车 当没有了 都要找人 人力物力时间 去救你回来 是吧 逗你上来 然后旁边小孩 或者老人家看到之后 又有余桂 喂 请问这些责任 你是不是要负担先 这些医疗的人力物力时间 风险 是不是全部你要负担先 你是不是愿意 还有能力承担这些后果 还有有些后果 是不是你承担得起先 如果有人跳 那些落路鬼 下来怕 心脏病发 瓜老秤 我问你是不是你要负责先 喂 很多东西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滚搞不到人 你成功 当然滚搞不到人 但你有机会失败 你没做之前有机会失败 而失败的时候真的会滚搞到人 这个道理等于你冲红灯一样的 你冲红灯 冲红灯 违规 你冲了之后 没有车撞到你 没有害到人 为什么不冲红灯 你都可以说这些说话 是吧 但你冲红灯 有机会撞车 而撞车可能是撞到你 是会搞到别人 我问你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要负责先 你凭什么负责 别人的命 你赔回一条命给别人 你赔回家庭给别人 所以我就是说 你说我诚意过高 我同样就是说 你做违规的东西 不是你的自由 OK 你有自由可以斩人吗 你有自由近TG吗 没有什么自由的 大哥 不是你的自由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自重 很多人就说 桑普你不要这么说 别人都很惨 在香港这个环境之下 哎 想 想 即是发泄一下 娘 我不可以跳跃 我不认识这个人 黄丝蓝丝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说 我们即使在 迷雾里 我们都要坚守我们 做人的一股守法的秩序 OK 我们这件事不是公民抗命 这个只是你单纯的冒险 而导致到人家 可能会遭殃 行为很自私自利的表现 没错 OK 那 你可以有冒险精神去做一些东西 是很值得尊重 譬如去找个笨珠 跳 或者滑墙 施子 身上 你更厉害的 挂幅 橫压出来 香港人加油 五大訴求 他一不可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救武险 你有自由 这样做 不见你做 是吧 那我就说 那这些东西 令大家鼓掌 因为你没有犯到人 你犯到政权 OK 政权逮捕你 我们为你鼓掌 但今时都因为你这样 要犯到一些无辜的人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地方 那当然啦 这个问题是小问题 和政权的问题 当然不能比较 但希望大家不要说 欸 因为他要自由 在大监狱里面 都吸一口气而已 所以希望有自由而已 所以这样做而已 是吧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藉口 如果这么说 那不见你斩人 是吧 那我想做人 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 OK 这次讲太长了 我们下一节再讲其他议题